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月26日 星期二 這節繼續John Connor 跟大家說國際新聞 這節要講的新聞 跟中國跟印度有關 一直不厭其煩 叫大家留意國際局勢 真正所謂國際 應該留意的是 國際的大局 國際 這些超級大國之間 叫超級可能不對 通常是美國和蘇聯 這些都是一個大國 印度是一個13億人巨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14億人巨國 所以這兩個都是一個大國家 要看這些大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博弈 才是真正 去理解國際關係的博弈 如何可以從中 可能爭取一些空間 是幫助到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 正如之前所說 國際的大勢 不會單單是因為所謂拜登奪權成功 就會那麼容易有所改變 當然 美國對於中國的政策可能會有所改變 特別在貿易上 但是是不是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親家 因為拜登一上台就不跟他做親家 甚至乎會跟他做朋友 細心想一下這個問題 就知道答案 就是三個字 就是沒有可能 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崛起 他這條路其實有很多的敵人 因為大量的其他國家 都是他的競爭對手 當然當中 包括也是人口大國的印度 論人口 印度 不會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加差 雖然 中國號稱是14億人口 但是大家想像一下有多少是農民 多少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低端人口 相同的情況其實也發生在印度 但是印度 有很多地方 其實比大陸更加優勝 包括印度英文更加好 印度的 和國際接軌的能力 絕對是比中國 大陸的人民更加好的 同一時間 雖然中國大陸是一個世界工廠 因為他的工廠 使得他們生產東西的時候 拿了大量西方的技術回來 同樣地 印度也相同 印度也是一個工廠 印度和中國大陸就因為邊境磨擦 以及國際的競爭上一直都是敵人 印度的特別地方 之前也說過很多次 他無論是跟美國 還是跟俄羅斯 都是盟友 因為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俄羅斯作為共產陣營的大佬 從來一點也不看他這個弟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甚至乎 有機會想善他 因為根本 看不過眼 不想看到 這個所謂 中國崛起 看到這些 小共匪 越來越有錢 在國際舞台上面 牙文牙武 甚至乎 衝出歐洲 衝到美國 俄羅斯 看在眼淚 心有不甘 所以他怎麼會 想有一個 強大的中國在他旁邊呢 這是百分之一千 其實他一點也不想的事 作為競爭對手的印度 當然也把握著每一個機會 中國大陸做的事 我就照樣做 中國大陸因為武漢肺炎疫情 由他是源頭 所以一直都希望透過 盡快製造出疫苗 然後大規模生產疫苗 之後再向全世界 輸出疫苗 成為世界的救星 這個跟 中國大陸拍的合拍片 打飛機的戲是一樣的 覺得最後拯救世界的 應該是我們中國 看那些 電影 流浪地球 到最後 救回地球 救回全世界人 應該不是美國人 應該是我們中國人 現在 大陸的官方 就是向著這一種 想法 進發 但是 是不是那麼容易 就可以被你爭奪這個世界的救星呢 與此同時 印度也做相同的事 全球武漢肺炎大爆發 其實不少國家都開始 研究疫苗 有外媒正式報導 中國在這場疫苗的外交戰裏面 已經慢了半拍 而他的 死對頭之一 死對頭不是只有一個 其實印度肯定是其中一個 印度 印度是一個 製造 弱物一個強大的國家 製弱國印度已經一早 在做動作 在 中國的所謂一帶一路重要地區 已經在推動所謂疫苗外交 透過用 疫苗輸出給這些國家 去籠絡這些國家 印度的動作 更加快 手筆 也比中國大陸更加大 根據德國之聲的報導 中國近日承諾 未來將會向巴基斯坦 尼泊爾 以及多個東南亞國家 無償提供 數十萬劑疫苗 在此同時 印度已經搶先一步 向 緬甸 馬爾他 北丹 曼加拉 歐斯坦 還有尼泊爾這些國家捐贈 疫苗 而數量 也是超過中國大陸提供的 數量 印方此一舉動 已經在上述地方 緬甸 馬爾他 北丹、孟姦拉這些地方 不好意思 應該是馬爾代夫 已經在上述的地方 已經獲得這些地方 讚賞了 德國之星繼續分析 印度搶先實施疫苗外交的對象 多數都是跟中國一帶一路 的政策地區 重疊的 換句話說 中國搞一帶一路的國家 全部 搶先用疫苗外交 先跟這些地方 做好朋友 中方多年來投入 大量的資金在這些國家 建設的基本設施 做基建 專家認為這些國家 大部分都是很強烈的依賴著旅遊業的 所以他們對於疫苗 是有很大的需求 因為大家知道 自從 武漢肺炎爆發之後 全世界的旅遊業 基本上就是完全陷入癱瘓 換句話說 印度在打甚麼牌子呢 印度就是要針對著中國大陸 一帶一路國家 全部 都要將它變成印度的 疫苗外交的對象 將他們 慢慢扭轉過來 跟印度做朋友 不要跟中國大陸做朋友 不要跟中國大陸做朋友 與此同時 報導也說 印度目前 在計劃 在接下來的三至四個星期之內 繼續向這些剛才所說的國家 提供1200萬 去到2000萬 這些武漢肺炎的疫苗 當然 疫苗有沒有用呢 就是未知的 但是大陸的疫苗肯定有一大半也沒有用 最少有一半也沒有用 所以 假如印度真的在這個時候 用疫苗作為外交政策 去籠絡那些一帶一路 因為受了中國好處 而傾向支持中國的這些國家 對長遠來說 絕對能夠削弱 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在聯合國 中國裏面控制大多數 這個情況 絕對是能夠改變的 由此可見 印度做這些事情 我們應該 絕對是支持他 印度應該 越做得多就越好 因為他就 克制著 這個中國大陸的所謂派錢式的外交政策 中國大陸 只是我們說他是戰狼外交也不適合 因為他有一部分 是叫做黑金外交 全部靠一帶一路 放貸給他們 控制別人的政府 控制那裏的每一件事 借高利貸給他們 從而控制別人的國家 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第二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